這裡的熱情我們掌聲一定要出來 和平國中跆拳道成立於107年 指導老師為擁有黑帶六段及A級教練資格的 簡安琪老師擔任 成居至今多位學生代表學校參賽 獲得地區系市級品勢及對打項目前三名 張思漢同學更榮獲全國跆拳道品勢國 男主第四名並錄取中港高中體育班 讓我們現在來一起欣賞 由後避後中為我們帶來的跆拳道表演 現在要為您呈現的是個人品勢太極七張 接下來要為您大家呈現的是基本動作擊破 現在進行的是中上端的擊破 動作包含正拳上端旋踢旋踢以及下壓 接下來為大家帶來的是團體品勢太極二章 太極二章團體品勢的表演 公認品勢的團體賽 通常由同一性別之三人為一個團體 進行團體間的競賽 不論個人男女配對的雙人品勢及團體品勢 都是正確性及表演性高者勝出 接下來為您呈現的是四方擊破與跳下壓擊破 四方擊破模擬敵方由四面而來進行快速的回擊 並配合跳下壓的進擊踢級 接下來為大家呈現的是品勢的根源太極一章 品勢在跆拳道中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根據基本動作把防禦和攻擊作為套路 來作為模擬真實格鬥 當對方攻擊時反擊的技法 探集一張數八卦中的甘之意 而甘具有宇宙萬物根源之太粗之意 換言之太極一章可視為跆拳道招式的根源 接下來場上為您呈現的是擊破三百六十度旋踢連續五片擊破 而場上邊呢是我們的謝志祥同學挑戰連續三百六十度全踢五片木板 請來賓給予熱烈的掌聲 接下來要為您呈現的是擊破飛躍射踢 接下來要為您呈現的是擊破飛躍射踢 接下來要為您呈現的是擊破飛的動作 接下來要為 谢谢爱情 我们正常说的家